台北市长柯文哲指示拆除公投盟在立法院外搭建帐篷引发独派团体不满 今天上午他在台北市政府外遭独派人士郭志刚丢鞋 鞋子险些砸众科被随护身手拍落 警方将郭带回派出所调查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就办 警方初步调查郭志刚67岁是台湾建国工程队成员 去年曾对阳明山国家公园华中堂的奖届时同向斩首 因不满科文哲心中骗选票埋伏在市府外丢鞋 今天上午十点多科文哲由市府官员及随护人员陪同 不出位于松高路的市府北门准备前往成品书店参加活动 郭忽然朝科丢职一只鞋子远景立即屈前圈为郭 将他带回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三张离派出所调查 据了解郭不愿当场接受警讯警方查证身份后请回江泽齐通知制作笔录 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 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尚未达强暴协迫或侮辱之程度者 处居了或一万两千元以下罚还 台北市长科文哲在市府外遭丢鞋 警方带回丢鞋的郭慶男子调查将鞋子拍照存证 记者李一新翻社分享